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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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朋友 你們好 我是卡洛斯 曾經在我的節目中 教大家做很多樂器 以至於Stand的Project 而裡面用到的機器 或者手工具也有很多 接觸到的材料也有很多樣化 總括來說 我們平常所用的材料 分外乎紙張 木材 金屬 又或者塑膠 而用到的工具 歸類可以切割工具 打磨工具 驅動工具 以至於接合工具 即是黏在它 由於我已經有一個全新的工廠 所以由這個影片開始 我會逐步逐步向大家高呼 所有常用的材料 常用的工具和機器 今天我們會先說什麼 就是打磨工具 說到打磨工具 大家一想便會想到各種類型的錯 包括大錯 中錯 三角錯 原錯 半原錯 而錯之中 亦有分為 木工用的錯 和禁工用的錯 就以木工來說 當我們想很大塊的切割材料 當然是用鋸 或者跑的類 但如果切割材料比較少 我們便會用到木工錯 而在金工方面 用手材即切割一段時間 都不會切割到很多材料 至於手工具的把切方法 如何操作 其實在20多年前 卡洛斯已經為教育局 拍攝過一系列的影片教材 將來可以拿出來和大家分享 而今天我想說 當然工具已經刨削 甚至用錯去撿到已經很漂亮 只是表面上有些小瑕疵 我們應該用什麼 不用問了 大家都應該知道是用砂紙 砂紙也有各種類型 包括木工砂紙 金工的砂布 以及適用於金屬 和塑膠的水磨砂紙 好像我手上的砂布 更加適合用來研磨金屬 用砂紙一類的工具有個好處 就是即使小朋友用 都不會產生太大的危險 最近卡洛斯教學生和童工 做樂器一類的木工雜作 就更喜歡使用我面前的砂棉 砂棉其實和木工砂紙的用法一樣 它是用回木工砂紙的號數 例如這一款最粗的 大約是80毫 這一款大約是180毫到240毫 而這一款大約是320毫至400毫 最有這一款差不多是400至600毫 在打磨的時間 大家順著次序 使用粗砂紙 接著去到右砂 使用砂棉的好處 就是它比砂紙更方便 去打磨有曲線的地方 例如這個小結他半成品 這些角是很尖銳的 我們用80毫 砂完之後 已經得到一個非常好的圓角 接著再經過180毫 再經過320毫 然後再經過400至600毫 得出來的效果已經是滑不留手 而在木工的最後階段 要上漆和做表面處理之前 我們必須要經過所有砂紙的打磨 才可以做到光滑亮麗的表面 但假如大家自動手製作 不是教學生 其實我們還可以用機器 加上打磨的速度 就手打磨機器 我手上有兩款 大家一起看看 沒錯 就是我手上這兩款砂紙機 這部我們叫做鎮機 這部我們叫做坦克車 其實是一種皮帶式的砂紙機 它們兩款有什麼不同 首先先說這款 好像開槍一樣 按下按鈕 你看到工廠本高速地震動 如果你們手上有砂紙 無論什麼砂紙也好 金工也好 木工也好 只要剪裁成適當的大小 夾好前面 夾好後面 這樣就可以用得了 假如要長時間打磨 不想整天按下按鈕 可以同時用帽子按下固定仔 現在我們用一塊舊畫板來示範 本身看到的木頭已經很舊了 經過這樣打磨了之後 是新的一樣 至於這款皮帶式的砂紙機 使用不太容易 第二 不可以用普通的砂紙 而必須要買到皮帶形狀的砂紙 轎著兩個滾軸來安裝 這個砂紙圈就像坦克車般混合 不過速度很快 這款這麼重型的機 到底適合做什麼呢 其實適合打磨地板 又或者像我這張這麼舊的木工袋 之前就用這種機打磨過了 這樣說法 有了這兩款砂紙機 以後不用拿著砂紙手作仔 沒錯 砂紙機確實可以加速打磨工作 但大家就要衡量使用的人 控制機器的能力 尤其是這部皮帶機 本身是很重的 比較適合打磨地板 或者桌面的物體 要控制一件這麼重型的機器 其實需要相當的體力 正如之前所說 如果成人或者老師用 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但如果學生使用 使用這部鎮機 我覺得都還可以 因為危險性不是那麼大 但使用這部 第一 距離不夠體力 第二 危險性也相當大 如果有些人想著 用機器 不如戴個勞工手套去保護自己 那就更加大錯特錯 因為砂紙機使用不適當 極其量只會擦損你的皮膚 就算坦得奢餓 你的手 都是皮外傷 但如果你戴著勞工手套 一下不小心塞到機器裡面 可能手指都沒有了 千萬不要用 好了 再回來講講 究竟什麼情況 我們會使用砂紙機 剛才說了 就是想加速打磨的過程 但是如果你想打磨的物件 只是一塊這樣的木頭仔 而只想磨圓角 你又會不會想用這部 這麼重的砂紙機呢 沒錯 答案打死不會的 因為剛才都示範過 鎮機做大的面積 以及也講過用皮帶機來做桌面 而越細件的部件 用細機就越艱難 我想到的 就只有將這部機 倒裝在桌上 然後在上面打磨 但是這種機 設計出來 就不是讓你倒裝的 卡洛斯就絕對不建議這樣用 另外一個方法 如果你有虎鉗 可以將這件小部件 夾在虎鉗上面 這樣拿來磨 但是這樣做法 更麻煩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 打磨小部件 卡洛斯反而要帶你們 進去我們工場的心臟 去使用更加大型的機器 沒錯 正如電跑 電鋸等等工具一樣 沙子機一樣是有手提版本 以及座桌版本 現在在我面前 就有兩部座桌的沙子機 而使用座桌的機器 是更加需要注意安全的 首先穿上一件工衣去保護自己 再檢查一下身上 有沒有一些叮叮噹噹噹的東西 例如手錶 最後檢查一下自己頭髮有沒有疏好 不是貪靚仔 是不想你的頭髮被機器拆進去 好了 整裝大法之下 我們看看怎樣來用機器 一般這類機器 啟動的綠色掣 就是在蓋裡 而在外面按個紅色掣 已經可以停機 多注意一點 這種機器 它是用飛輪效應的 就算關了機器 沙子柄也不是馬上停的 要自己重鎖 做停的 例如現在我要橫紋打磨 這件小木條 我的習慣 就用D字形的Path去打磨 因為不想打磨面磨擦得太熱 以至於燒焦了塊木 這樣打磨出來 就很平滑乾淨 曾經有些同學 不聽我說 又貪快死命地抹一塊木 就會見到打磨出來的邊邊是焦了 那又要重新打磨過 另外要提醒大家 就是這一類的沙子機 右手邊是不能用的 因為沙子柄在逆時針旋轉 放到右邊 整塊弓劍會打起 很危險 現在我們來示範做另一個工作 就是把這個直角磨成一個圓角 即是我們所謂的Fillet 打磨的手勢就是這樣的 在我手上 就是一個同學做出來的 沒有折陷的共鳴箱 我現在試試結合 剛才兩種示範的手法 去打磨它 剛才大家應該留意到 這個共鳴箱的底板 是激光切割出來的 所以會看到邊是燒焦了黑色的 但是經過我們打磨之後 整條邊就好看了 之後我們繼續打磨的原角 其實經過沙子機打磨之後 物件的表面已經很光滑 不過細心看就會看到沙子餅的紋理 之後大家不乎用沙面 由粗至有感人手打磨一片 這樣就非常漂亮 再提醒一次 用完機器之後 記得打磨整整個機器 安全起見 來到今天最後一個環節 就是介紹我面前一部 垂直傳轉的沙子機 卡路斯一直都很希望有一部這樣的機 因為大家所知道 卡路斯是一個移戶製琴師 我曾經在山東學習製造這個二壺 師傅曾經給我用過一部 類似這樣的圓桶型的沙子餅 但回到香港就沒得用了 所以打磨這些位置的時候 真的比較辛苦 後來我在家自己DIY做一部出來 現在有了這部可以簡單很多 原因是二壺琴柄的頂部 又有內彎又有外彎 而這部沙子機 有不同直徑的沙子桶 開動的時候 除了旋轉 還會垂直地往復運動 確實是沒得頂 一邊打磨 一邊可以觀察一下 究竟內彎打出來 夠不夠圓滑 就會知道 你選擇這個直徑的沙子桶 選擇得對不對 如果不對 就換過一個 經過今天的影片之後 卡路斯講解了 怎樣用人肉 拿沙子打磨 亦都講解了兩部手持沙子機 以及兩部座桌沙子機 各自的操作程序和安全守則 希望可以幫到各位同工和同學 選擇適當的工具去做適當的事 今天我分享到這裡 我是卡路斯 喜歡我的影片的 請你訂閱 加讚和分享出去